拉回整理一天,不爱后事,大家不要害怕 好,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6月7号星期二 那么我今天解盘前先给各位看一则讯息 这一则新闻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各大媒体都在讲 那我想这则新闻给大家看了以后 这些空头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想法 你看看,这个来来来 外资回头,5月份净贿赂793亿 这793亿是指台币 然后你看,这是台北报道 今年以来外资大举卖超台股成为空头卖压杀手 不过,金管会对昨天公布统计 外资经历三四月连续净贿出之后 5月对台股指写,转为净贿录 26.96亿美元,折合新台币793亿 渴望台股加码的资金活水 看到了没?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 依我国相关法令规定 资金贿赂台湾市场后 必须在一定期间内投入买进台股 否则就得汇出 避免把资金停破在国内市场 而有炒汇之余 都看到了没?都看到了 所以我今天给各位看这个新闻 我想今天这个新闻的来源 很多地方都有啊 知道来源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看到没有?很多地方都有写的 然后我跟各位讲这个新闻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大家不要误解了 一天大晚告诉你说 外资提款机啦 外资提款机啦 你知不知道有一路外资走了 就自动会有另外一路外资进来介入 你就把外资当成散户来看就好了 所以千万不要再受那些不专业踩平台的影响 每天用这些话恐吓你们 今天我给你看这个讯息以后 你是不是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哎呀好奇怪啊 难怪股市跌下去以后 现在开始慢慢慢慢逐步的弹生 对了吗 那么外资进到台湾的钱 时间是一个月 一个月里面你必须要动作 但是不是说叫你一个月里面都要把资金用完 不是这个意思 一定会用到五成以上的资金 否则就叫你滚出去了 这是我们台湾的规定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没 哦清楚了 好 那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来看今天盘事 帮你解个盘了 在昨天告诉你这个盘 进金涨 要迈向一万七千两百点 那结果今天盘跌到底是为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了 今天盘跌没有人会告诉你原因的 因为今天没有利空啊 今天没有利空为什么盘要跌呢 为什么盘跌下来了 然后不懂的人就开始这边找利空 那边找利空 那塞进来来解释 代表他很厉害 胡说八道 那叫胡说八道 知道没有 今天纯粹是黑手在修理多单 为什么修理多单 因为在昨天多单跟单的人太多了 就是今天一天把你修理出去 一天把你抬出去 目的在这里 那利用什么来修理呢 台积电嘛 就是打台积电一挡就够了嘛 那今天你看一下王同的盘讯 来看看 6月7号早上9点16分 9点16分 大盘以下跌12点开出 今天盘是平低开出后还会先下探 低点在16500点附近 结果今天第一点打这里 你看啊 这边打下来 哦打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是什么 16465 16465看到没有 哦打这里 对不对 那下面这个图是上跪的图 上跪的 那我们看主要是看上面这个图 你们不要被误导了 然后打到这里 16465超跌了 然后再开始慢慢拉升 慢慢拉升 慢慢拉升 拉上去 你打到这里最高的时候 你看一下最高 最高来到了16561 就跌44点 然后再来到1点半的时候 就开始下来 被打下来了 打下来就跌了93点 这个盘其实告诉你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再看清楚 上半场会先整理 然后会慢慢拉升 你看看是不是上半场 在慢慢整理 上半场是不是在这边整理 是不是整理 然后慢慢拉升 慢慢拉升 慢慢拉升 对不对 今天会收回 但跌不多 今天我认为应该是跌不多 在刚刚给你解释的 1点5分之后 我还跟很高兴 又跌40几点 对的 因为今天我认为 他只要跌个30点就够了 结果没想到今天跌了93点 盘面 个股表现 主流在电子正规区 今天是亮说整理盘 那你会讲说亮说整理盘 整理完毕没有 整理完毕的 就整理今天一天而已 这样的帮你解盘够不够 够了啊 好了 再来呢 你当然心里面会想说 我们来开始看看盘面上的个股的表现吧 现在我先把今天的tick图告诉你一下 6月7号礼拜 今天盘在干什么 今天盘是洗盘间右空 今天是右空盘 也是洗盘 洗盘间右空 我们今天顺便打几档 个股给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4999 看清楚哦 4999 你看看他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 是不是创新高了 看到没有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3707 汉磊 汉磊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 你看汉磊是不是 一路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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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直接公布答案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汉磊就是我们护国神山10号 我们的汉磊就买在110元以下 挺好 以下 因为有的人买105 104 106 108 都有 还有的买111 都有 也有买112的 所以我就抓个大概110以下 你看看这个 这个波段够不够大 够不够大 好了 再看另外一档个股 叫做3141 我想这档个股都是我介绍过的个股 这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12号 你看看金鸿 你这里看看金鸿 我还公开告诉过你 他下不来 他下不来 今天是不是上学了 对不对 除了他以外 哇 今天大家市场上大概都会讲莫斯飞 那莫斯飞我都已经讲烂了 我都讲烂了 对不对 讲到你们都听得都烦了 那5299 给你看看 看清楚 你自己看看杰利 然后再看 6435 大宗 今天创新高 看到没有 再看8261 8261 今天这样请 讲到8261 我顺便给你解一下8261 看清楚 8261今天别人在142以上 142以上有出 有出 然后出了以后 他们在这个地方又开始捡回来了 又捡回来了 因为在玩架差 所以说他们今天 莫斯飞的负点成交量比较大 看到没有 我顺便解一下给你听 那你会讲说 他们到底完全捡回来了没有 差不多了 初十进八 这样子帮你解的还不够啊 所以呢 副顶还有没有什么低点 有没有什么低点 也许还会低个一块两块 没有太低了 就会上去了 再看3317 狄克森 狄克森也是很强啊 你看到没有 根本不下来 你们都知道狄克森 我们都出在77元 最高77.2 我们出在77元 请问这样子还不够吗 莫斯飞 从头到尾就这么四档 就四档而已 四档我几乎天天讲 天天讲 讲给你听 天天讲给你听 那你要赚到了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如何操作 你就跟上王冬脚步 你就知道了 那你看啊 我今天告诉你的喜盘金又空 看到没有 好 再看下去 6月7月2日 今天亮说的漂亮 看到没有 亮说的这样子 只要是亮说 你就不要担心 是不是还为了杀盘 不会的啦 亮说的非常漂亮 好了 今天我必须要公布答案给你看了啊 公布谜底给你看了 看清楚啊 早上9点07分 早上9点07分 手中有6435大中多单者 请挂167.5元获利下车不用追杀 9点07分挂出 9点07分挂出 我给你看一下6435 结果今天高点在哪里 高点在168 看到了没有 168 高点在这时候出现了 这时候出现了 看到了没有 168 哦呦 看到咯 那么既然你看到的话 当然了 我们就不客气的 我们就发红包了 那么看清楚 6月7号10点半 恭贺各位 6435大中挂架167.5元 顺利出托 获利入带 我们买在151到153元 138元加码 大波段操作 大幅获利 这是今年第31个红包 也是大红包 我今天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大中好了 我们第一次买就买在这个位置了 就买在这里了 买在这里以后 就让他砰被他杀下来 杀到这里 杀到这里以后 他拉起来 我们就开始加码 我们第二次买在这里 就买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开始上去了 见到清楚了没 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情况 讲给你听 我们第一次买就买了 151到153元 138元加码 大波段操作 看到没有 你要的就是要这种类型的个股 但是我们再看 他打到121 这一天看一下啊 几月 4月27号 4月27号当天杀到121 当天杀到121 是不是我们盘是最烂的那一天 对了吗 你看看大盘 我们看一下大盘 来 23 好 那是大盘 大盘4月27号那天是不是在这里 5月12号4月27号 来看清楚啊 4月27号在这里 在这里 对不对 很烂的时候 结果呢 后来大盘破底 莫斯菲通通没有破底 一路往上 现在都证明给你看了啊 都看清楚了啊 所以你说 莫斯菲是不是主流 莫斯菲是不是强势 对了吗 王同也就告诉你这一点 大盘破底 莫斯菲没有破底 可见得大盘那个破底的点就是低点 这样够不够啊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大盘的低点在这里 那15616 来 这一天 5月12号 5月12号15616 到今天为止 15616跌破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么你还要担心什么 就不用担心的嘛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 你看看这个大宗 是不是我们的大幅获利 今天以后 我就不太会把你讲莫斯菲了 因为我们里面赚了很多了 都安全下车了 我都给你看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 你要注意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啊 这个你看啊 我随便打几档个股给你看 来 22233 来看一下这个 宇龙 宇龙今天啊 哇 昨天下来 今天又涨停了 上去的啊 宇龙什么 跟车用电子有关 3665 看一下 茂莲 茂莲也是跟车用电子有关 再看1533 1533叫车王店 车王店也是跟车用电子有关 看到了没有 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买进了18号 18号代号三字头 股名两个字 但是这档个股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他本身是散热题材 但是他也是在做车用电子股 也是车用电子的 今天我们就切进了 因为他的业绩开始出来了 过去的都比较碰轰 那股价也修正了 这个就是你所要的标的 我今天直接先跟你讲了 我们今天已经切入18号了 护国神山18号了 你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谁 那就麻烦你赶快跟上王同脚步了 好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断线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